全台放晴 陽光露臉 東北季風減弱下 白天溫度回暖 週末迎來好天氣 但要注意早晚溫差大 因為今天都有見到陽光的機會 所以溫度上來講 基本上台灣各地都有 二十六到二十九度左右的一個溫度 在夜晚到星辰 可能在北部是十六十七度 這兩天天氣以偏東風 轉為偏南風為主 白天為熱 早晚偏涼 但得把握假期 溫暖舒適的好天氣 因為下週二開始 冷空氣又會南下 北台灣水氣增多 迎風面有降於機率 不過只短暫影響到週三 真正有感降溫時間點 將落在下週六 北部更宜蘭在禮拜二跟禮拜三 這兩天的溫度相對來說 是比較偏涼的 中南部就是略降 但是整體來說感受上 並不是太明顯 禮拜三的晚上到禮拜四 這一天溫度就會再一次的回升 下一波的降溫 可以提到就是說 在下一個禮拜的週末 根據西鄉專家賈欣欣透露 北極震盪將逐漸由負轉震 這也意味北方冷空氣 被鎖在偏北方 因此冷空氣不容易南下到中緯度 現在富北極震盪的指數 在轉正之後 冷空氣就比較容易 鎖在高緯度這個位置 下一波比較明顯冷空氣 可能要到七天到十天後 才會有比較明顯冷空氣 即便一連三天的好天氣 淡入夜後溫差大 早晚還是得注意加件外套 今天來的朋友蔡芋汝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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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